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觉Curo对斗猫棒特别感兴趣,因此猜想斗猫棒可能会有一些功能存在,使得猫对于它情有独钟,因此思考猫为什么特别喜欢斗猫棒。 猫对斗猫棒感兴趣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猫为什么特别喜欢斗猫棒。 猫对斗猫棒感兴趣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猎食本能 猫是天生的猎食者,这种本能已经在它们的基因中根深蒂固。 这种本能驱使着猫对于追逐、捕捉和猎取猎物的行为产生兴趣和渴望。 在自然环境中,猫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追逐和捕捉猎物,这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必要手段之一。 动猫棒这种游戏玩具模拟了小动物的移动,具有像小鼠或小鸟等小动物可能会产生的快速、突然的移动。 这种模拟引起了猫的注意力,激发了它们的狩猎本能。 动猫棒的设计让猫能够追逐和攻击这个移动的目标,仿佛它们在追逐自然环境中的猎物一般。 对于猫来说,动猫棒不仅是一种游戏,更像是一场狩猎的模拟。 在追逐动猫棒的过程中,猫会展现出其天生的狩猎技巧和策略。 它们可能会悄悄地潜伏,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发起突袭,就像它们在追逐真实猎物时所做的一样。 这种游戏不仅满足了猫的本能需求,还提供了一种健康的身体和精神活动。 通过追逐动猫棒,猫可以消耗多余的能量,增强肌肉,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这种活动还可以刺激猫的智力和反应能力,使其保持敏捷和灵活。 运动和活动,动猫棒不仅是一种游戏玩具,更是猫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 猫天性活跃,需要足够的运动来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和稳定的心理状态。 动猫棒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让猫咪尽情展现它们的运动天赋和狩猎本能。 通过追逐动猫棒,猫咪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消耗多余的能量。 这种身体上的活动有助于促进猫咪的新陈代谢,增强肌肉力量,并维持健康的体重。 对于那些室内生活的猫来说,特别是缺乏足够运动空间的猫, 动猫棒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身体锻炼方式,帮助它们保持身心健康。 除了身体上的活动,动猫棒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刺激。 猫咪需要挑战和刺激来保持心理上的活跃和健康。 动猫棒的快速移动和突然变化引起了猫咪的兴趣,激发了它们的狩猎本能和游戏欲望。 通过动猫棒游戏,猫咪可以保持警觉性和敏锐度, 同时满足其探索和好奇心,使其保持心情愉悦和快乐。 互动和关联,动猫棒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更是猫与主人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桥梁。 猫是一种喜欢与人互动的动物, 而动猫棒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主人和猫一起参与一场有趣的游戏, 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动猫棒的游戏性指使得猫与主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 猫对于动猫棒的追逐反应迅速, 并且全身心投入到游戏中。 在游戏的过程中,猫展现了它们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同时也展示了它们的烈士本能。 这种互动让猫感受到了主人的陪伴和关爱, 同时也让主人更加了解猫的喜好和性格。 动猫棒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更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在游戏中,主人和猫可以透过动作和声音进行交流, 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默契和情感联系。 猫会学会与主人进行合作, 共同追逐动猫棒。 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同时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 智力刺激, 动猫棒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更是一种智力训练的良好方式。 追逐动猫棒需要猫咪运用其智力和技巧, 这种游戏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猫展现其机敏和灵活性, 同时也刺激了其智力。 追逐动猫棒是一项对猫咪智力的挑战。 猫必须注意动猫棒的移动轨迹, 并在眨眼之间做出反应。 它们需要预测动猫棒的下一步动作, 并计划好自己的行动, 以捕捉到动猫棒。 这种快速而精准的反应需要猫咪具备良好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从而刺激了其智力和思考能力。 动猫棒还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挑战, 对于那些智慧型的猫来说尤其重要。 对于这些猫来说, 追逐动猫棒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更是一种训练, 让它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来应对各种挑战。 动猫棒的快速移动和不规则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训练平台, 让猫咪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 同时也满足了其对挑战的渴望。 控制与引导 动猫棒是一种由主人控制的游戏, 这种控制带来了多重好处, 不仅可以引导游戏的节奏和方向, 还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戏环境, 同时让猫感到挑战和乐趣。 主人可以在游戏中控制动猫棒的移动轨迹, 避免猫咪碰撞到家具或其他危险物品, 从而保护猫咪的安全。 这种控制也可以防止游戏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 确保猫咪在游戏中能够安全又快乐地玩耍。 主人可以根据猫咪的能力和兴趣, 调整动猫棒的移动方式和速度, 从而让猫咪感到兴奋和挑战。 这种挑战性的游戏可以激发猫咪的好奇心和活力, 同时也有助于锻炼它们的身体和智力, 主人可以使用动猫棒引导猫咪进行各种动作和技巧, 例如跳跃、追逐和攀爬, 从而丰富游戏的内容和乐趣。 这种有意义的游戏体验可以增进猫咪与主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同时也加强了它们的信任和情感连结。 满足好奇心 动猫棒作为一种互动玩具, 拥有各种形状和颜色, 这种多样性能够满足猫咪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猫天生对周围的环境充满好奇, 而动猫棒的不同形状和色彩提供了一种新奇的刺激, 激发了它们的探索欲。 动猫棒的形状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有时是圆滑的, 有时是有角度的, 这样的变化使得猫咪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动作和策略, 以应对不同形状的动猫棒, 从而增加了游戏的挑战性和趣味性。 猫咪对鲜艳和明亮的颜色非常敏感, 这些色彩能够引起它们的兴趣和注意力。 因此, 动猫棒通常会使用一些明亮和吸引人的颜色, 例如红色、蓝色或者黄色, 这些色彩能够吸引猫咪的眼球, 让它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游戏。 输压和放松, 动猫棒不仅是一种娱乐和游戏, 还是猫咪释放压力和放松身心的一种有效途径。 透过追逐和抓住动猫棒, 猫咪可以在游戏中尽情发泄压力和消耗多余的能量, 从而减轻焦虑和压力, 并享受身心放松的快乐时刻。 在追逐动猫棒的过程中, 猫咪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游戏, 将注意力集中在追逐和抓捕动猫棒的过程中, 从而暂时忘却了周围的压力和焦虑。 这种专注于游戏的状态可以帮助猫咪放松身心, 从而缓解焦虑和压力的情绪。 猫咪通常具有较高的活动量和能量, 如果这些能量得不到释放, 就容易导致焦虑和压力的积聚。 透过追逐动猫棒, 猫咪可以进行大量的运动和活动, 从而消耗体内的能量, 减轻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 让身心得到放松和舒缓。 适应新环境 对于新环境中的猫来说, 动猫棒可能成为一种适应和探索新环境的重要途径。 动猫棒作为一种游戏工具, 提供了一个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机会, 让猫咪逐渐熟悉和适应新的环境。 透过追逐和抓住动猫棒, 猫咪可以忘却一些不安和焦虑, 并专注于游戏中。 动猫棒的移动和活动模拟了小动物的行为, 引起猫咪的劣势本能和探索欲, 让猫咪对新环境产生兴趣和好奇心, 进而开始主动探索周围的环境。 在游戏过程中, 猫咪不仅可以与主人进行互动, 还可以透过追逐动猫棒来探索周围的环境。 这种互动和探索过程有助于猫咪建立对新环境的信心和安全感, 并逐渐适应新的居住环境。 提供结构化的游戏时间, 尤其对于家中没有其他宠物伴侣的猫来说, 动猫棒是一种宝贵的游戏形式, 有助于提供适度的运动和刺激, 同时帮助猫保持活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动猫棒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游戏方式, 让猫可以在游戏中快乐地运动。 透过追逐动猫棒, 跳跃和抓住, 猫能够消耗多余的能量, 同时也可以锻炼肌肉和保持身体的灵活性。 猫需要运用它们的观察力, 反应速度和策略来捕捉移动的动猫棒, 这有助于刺激它们的智力和促进思考。 这样的游戏活动可以使猫保持警觉和活力, 同时也增加了它们的自信心。 在游戏中, 主人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 控制着动猫棒的移动和速度。 这种互动方式可以增进主人与猫之间的情感联系, 让猫感受到主人的关爱和支持, 同时也提升了猫对主人的信任度。 增强主人和猫之间的结合, 动猫棒游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 更是主人和猫之间互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有助于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结合。 透过动猫棒游戏, 主人和猫可以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 提高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互动。 动猫棒游戏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 让主人和猫可以共同参与。 动猫棒游戏可以加强主人和猫之间的信任。 当猫愿意参与这种游戏并追逐动猫棒时, 这表明猫对主人的信任和依赖。 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主人和猫之间的良好关系基础之上的。 通过动猫棒游戏的互动, 这种信任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感受到猫对于游戏的热情和兴奋, 而猫也能够感受到主人的关爱和陪伴。 这种共同享受游戏乐趣的过程拉近了主人和猫之间的距离,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培养猫的自信心, 动猫棒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培养猫自信心的有效工具。 这种游戏可以帮助猫发展自己的技巧和自信心, 从而提高其行为和心理健康。 动猫棒游戏提供了一个猫可以展示自己技巧的机会。 通过追逐动猫棒并成功地捕捉它, 猫会感到满足和自豪。 这种成功经历会增强猫的自信心, 使它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和情况。 在野外,猫需要依靠自己的狩猎技巧来寻找食物和保护自己, 而动猫棒模拟了这种追逐和捕捉的情景, 帮助猫磨练狩猎技能,增强自信心。 动猫棒游戏还可以提高猫的注意力和集中力, 这对于猫的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猫能够专注于追逐动猫棒并成功捕捉时, 它们会感到自己能够克服挑战并取得成功, 进而提高自信心。 提供娱乐和消遣 动猫棒游戏是一种极具娱乐性和消遣性的活动, 不仅能够为猫提供愉悦的体验, 同时也为主人带来轻松和愉悦的互动方式, 有助于减轻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疲劳。 动猫棒的移动和变化激发了猫的兴趣, 使它们能够投入到游戏中, 享受游戏的乐趣。 动猫棒游戏为主人提供了一种与猫互动的愉悦方式。 透过动猫棒游戏, 主人可以与猫建立更深的联系和关系, 同时也可以促进主人和猫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动猫棒游戏还可以提供一种放松和愉悦的氛围, 有助于减轻主人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疲劳。 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 与猫一起玩耍动猫棒可以让主人放松心情, 疏解压力,享受愉快的时光。 这种轻松的互动方式也有助于提升主人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激发独立性 动猫棒的使用可以激发猫的独立性, 促使它们展现自身的技巧和能力。 透过追逐动猫棒并试图捕捉它, 猫得以发展出自己的狩猎本能和反应能力, 进而加强其独立性。 在游戏中,猫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应对动猫棒的移动和变化, 并展现出自己的狩猎技巧和策略。 这种自主性的行为培养了猫的独立性, 使其更加自信和自主。 猫会试图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动作来捕捉动猫棒, 从中学习和改进自己的技巧。 这种积极的学习过程培养了猫的智慧和自主思考能力, 帮助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灵活和自信。 猫必须根据动猫棒的移动和速度来调整自己的行动, 这样的训练增强了猫的反应能力和适应性。 使其更加独立地应对不同的情况。 提供精神刺激, 动猫棒的使用不仅仅是为猫提供身体上的运动, 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刺激。 在这种游戏中, 猫需要集中注意力并发挥反应能力, 这有助于刺激其智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追逐动猫棒需要猫保持专注和敏捷。 动猫棒的移动速度快速且变化多端, 猫必须迅速地反应并调整自己的动作以捕捉到它。 这要求猫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快速的决定。 这样的过程不仅锻炼了猫的反应能力, 还激发了其大脑活动。 追逐动猫棒需要猫展现出独立思考和策略性的行为。 在游戏中,猫必须不断地评估动猫棒的移动轨迹和速度, 然后选择最佳的捕捉时机和方式。 这样的思考过程促进了猫的智力发展, 培养了其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 动猫棒还可以激发猫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动猫棒可能会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颜色, 猫会对这些新奇的刺激产生兴趣, 并试图探索和了解它们。 这样的探索行为促进了猫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也丰富了其生活体验。 适应性训练。 动猫棒游戏对猫的适应性训练至关重要, 因为它能够帮助猫更好地应对各种情况和环境的变化。 在这种游戏中,猫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能够提高其心智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动猫棒可能会突然改变方向、速度或高度, 猫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 这样的训练有助于提高猫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 猫必须评估动猫棒的移动轨迹和速度, 然后选择最佳的捕捉时机和方式。 这样的训练有助于提高猫的智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动猫棒游戏还可以帮助猫适应不同的游戏环境和场景。 猫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玩动猫棒, 如室内或室外、地板或草地等。 这样的训练有助于猫适应不同的场所和地形, 从而提高其应变能力和适应性。 促进消化 动猫棒游戏对于促进猫的消化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促进猫的运动和活动, 从而改善其消化系统的运作。 这种游戏不仅有助于猫维持适度的体重和健康, 还能够预防消化问题的发生。 动猫棒游戏可以促进猫的身体活动, 包括奔跑、跳跃和追逐等动作。 这些活动有助于刺激猫的消化系统, 促进肠道蠕动, 从而帮助食物在消化道中更加顺利地移动。 透过动猫棒游戏提供的运动, 猫的消化功能可以得到有效的刺激和调节, 从而改善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功能。 动猫棒游戏可以帮助猫消耗多余的能量, 从而减轻其消化系统的负担。 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猫的新陈代谢, 加速燃烧热量, 同时提高血液循环, 这有助于改善猫的食物消化和代谢过程。 动猫棒游戏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方式 来鼓励猫进行运动和活动, 同时激发其食欲和狩猎本能。 当猫感到兴奋和活跃时, 它们往往会更愿意进食, 这有助于促进其消化系统的运作, 提高食物的消化吸收率。 减轻焦虑和压力, 对于许多猫来说, 动猫棒不仅是一种娱乐和运动的方式, 还可以作为减轻焦虑和压力的有效工具。 这对于那些容易感到焦虑或紧张的猫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透过动猫棒游戏, 它们可以找到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 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感。 对于那些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而感到焦虑的猫来说, 专注于追逐动猫棒的活动可以使它们暂时忘却周围的环境, 专注于游戏中。 动猫棒的移动和摆动吸引了猫的注意力, 使其不再过度关注周围的事物, 从而减轻了焦虑感。 追逐动猫棒需要猫进行奔跑, 跳跃和追逐等动作, 这些活动有助于消耗猫的能量, 同时促进身体的放松和释放肌肉紧张。 此外,猫在游戏中投入注意力和精力, 已有助于转移其内心的焦虑和压力, 使其感到更加轻松和愉悦。 透过游戏中的愉悦和兴奋, 猫可以释放愉快的化学物质, 如多巴胺和内非态, 这些物质有助于提升猫的心情, 减轻焦虑和忧虑。 同时, 与主人一起游戏也有助于建立猫与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从而增加其安全感和幸福感。 防止行为问题, 斗猫棒游戏在帮助猫维持身心健康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防止可能导致行为问题的因素。 透过斗猫棒游戏, 猫能够消耗多余的能量, 减少因能量过剩而引发的行为问题, 例如撕咬家具, 攻击其他宠物或表现过度警惕等负面行为。 猫天生是活跃的动物, 但如果它们无法充分发泄体内积聚的能量, 就可能出现焦虑、压力和行为问题。 透过追逐斗猫棒, 猫能够进行奔跑、跳跃和追逐等活动, 从而消耗体内的多余能量, 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猫在追逐斗猫棒的过程中需要集中注意力, 执行动作并做出反应, 这有助于减轻负面情绪和焦虑, 从而减少可能导致行为问题的因素。 斗猫棒游戏的刺激性和娱乐性使猫能够专注于游戏, 从而避免过度警惕或焦虑所引发的问题行为。 猫通常会通过各种行为来表达内心的不满或情绪, 例如撕咬家具或攻击其他宠物。 透过定期进行斗猫棒游戏, 主人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发泄途径, 使猫能够通过游戏来发泄情绪, 从而减少对其他物品或宠物的攻击性行为。 增加乐趣和满足感, 斗猫棒游戏为猫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娱乐方式, 既有趣又具有挑战性, 能够带给它们满足感和快乐。 透过斗猫棒, 猫可以享受到一场精彩的游戏, 同时展现自己的技巧和能力, 并从中获得成功的成就感。 猫天生好奇, 敏捷且喜欢追逐, 斗猫棒的移动模拟了小动物的行为, 引发了猫的兴趣, 激发了它们的狩猎本能。 猫会试图追逐和捕捉斗猫棒, 这需要它们投入注意力和努力, 从而为猫提供了一场刺激且富有挑战性的游戏体验。 在游戏中, 猫可以展示出其敏捷的身手和灵活的反应能力, 并通过成功的捕捉斗猫棒来获得成就感。 这种成功的体验可以提升猫的自信心, 使它们感到满足和快乐。 主人可以通过操作斗猫棒, 引起猫的兴趣, 并与猫进行互动。 这种共同参与的游戏可以增加猫和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加深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从而提升它们的关系。 促进良好的睡眠, 斗猫棒游戏对于促进猫的良好睡眠质量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这种游戏, 猫能够消耗多余的能量, 帮助它们在晚上更容易入睡并享受良好的睡眠。 这对于猫的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 猫天生活泼好动, 但如果缺乏足够的运动, 它们可能会在晚上感到焦躁不安, 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斗猫棒游戏提供了一种有趣而刺激的运动方式, 使猫可以在白天消耗能量, 从而在晚上更容易入睡。 猫天生是猎食者, 喜欢追逐和捕捉猎物。 斗猫棒模拟了小动物的移动, 引起了猫的狩猎本能, 让它们可以在游戏中发挥狩猎的欲望, 满足其本能需求。 许多猫在压力大或焦虑时会出现睡眠问题。 通过参与斗猫棒游戏, 猫可以释放压力, 转移注意力, 从而减轻焦虑, 让身心得到放松, 有助于更好的入睡和享受良好的睡眠。 总之, 猫喜欢斗猫棒是因为它们模拟了猫天生的烈士本能, 提供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动, 同时也促进了猫与主人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这样的游戏不仅可以满足猫的本性需求, 还可以增进猫与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同时为猫提供一个充满乐趣和挑战的生活环境。